大家好,刚刚获得的消息,乌克兰发动了对圣比特堡无人机的袭击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圣比特堡金吉谢普区乌斯基卢加码头发生大火 目前发生两起爆炸,火势已经被控制 一个100立方米的储罐被点燃 乌军发动无人机的袭击是在波罗的海方向大规模的空袭圣比特堡 这个无人机飞行了约800公里 俄罗斯现在情报文的判断应该是由波罗的海相关国家给乌军提供支持 它的无人机才能够飞越800公里,打到圣比特堡 另外俄罗斯联邦在斯马伦斯克,奥利尔图拉地区 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现在使圣比特堡的这个码头已经完全封闭 所有的工人全部撤离 可以看这个晚间起火的现场 飞行了800公里 码头工人大家可以看全部撤离 那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啊 实际上现在来看呢 乌克兰方面呢 他呢现在在整个的特别军行动上 乌军呢现在已经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和俄军呢在正面战场交火 所以乌军呢现在是首先使用远程无人机 打击俄方纵身 那么昨天的斯马伦斯克,图拉,利尼格勒 也就是圣比特堡 这个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 也表明乌军准备要采用一种新的战术 就不是在正面战场和俄军较量 而是要攻击俄境内目标 一是要消耗俄罗斯的弹药库 另外呢是西方减少对乌克兰武器援助以后 乌军在正面战场没有经验丰富 有战斗能力的士兵 乌军现在大规模培养的最快速的培养的 就是特工渗透到俄罗斯境内进行这种破坏 削弱俄军的军事生产能力 包括打击俄军的工厂 码头 还有俄军的军火中转的中心 使俄军在后方的生产陷入危机 这就叫不对称作战 所以乌军现在是转变了整个 俄乌战争对俄的作战方式 转入这种游击战 那未来呢俄军呢实际上会遭到乌克兰 特别这种无人机以及非对称作战 更大规模的袭击 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特别是在俄全境啊 不光在莫斯科圣比特堡 在俄全境包括在远东地区 都要注意啊 乌克兰未来在战场上 他很难和俄军正面交互正面对抗 那么他就培养更多的情报人员 特工进入和境内进行破坏 所以未来呢还是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远离能源军事技术设施 还有这些核心地区 那波罗蒂海国家呢 如果给乌克兰提供了支援 提供了支持的话 让他的无人机能够飞行 特别开放领空 开放领空 让乌克兰的飞机 无人机能够飞行800公里 打击圣比特堡 那俄罗斯是一定会报复的 那么今天呢 在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的前线的情况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首先呢 库布扬斯克方向的俄军呢 取得了突破啊 大家看一下 在斯瓦托 在库泽米夫卡北部地区 克罗赫马利涅 在这 克罗赫马利涅 俄军呢 是突破了乌军的防线 目前呢 已经控制这个 卢干斯克啊 和这个哈尔科夫州的边界城市 而且呢 发布了最新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 俄军呢 是七部集团军 第一坦克旅士兵 在库布扬斯克方向突破 克罗赫马利涅 已经被俄军控制 升起了俄四联邦的国旗 这个城市虽然不大 是个小村庄 但是这个地区的解放 也说明俄军已经越过了 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边界 大家看这灰线 已经进入哈尔科夫州 卢干斯克方向 已经完全被俄军解放 所以未来呢 从这个皮下涅 这一线 在这个方向 大家看啊 从皮下涅 向北就是库布扬斯克 看到了吧 那么实际上俄军 继续推进的话 将在先科尾 控制奥斯基尔河 最重要的补给线 那么这样的话 奥斯基尔河补给线 受到威胁 库布扬斯克方向的 乌军就很难继续防御 所以俄军这个推进 实际上非常快 另外在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俄军还发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那被击毙啊 美海军陆战队前队员 实际上就是志愿军 你可以看他手中持有的是 是德国的HGMG-5机枪 胸前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实际上呢 就是美国志愿军 美国志愿军在乌军 作战的这个部队的方号 另外在卢干斯克方向呢 中国呢 有最新的消息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 山东生产的军车 最新一批 抵达卢干斯克 那么这个型号呢 是1000-3 大家看啊 这是山东生产的越野车 可以看是三辆 最新型的啊 第一 这应该是第三批 抵达卢干斯克 未来可能会进入在 库布扬斯克战场 还有洪利曼战场 在卢干斯克市中心已经发现了 三辆 山东产的啊 中国这个发货速度呢 实际上非常快啊 已经交付卢干斯克 卢干斯克现在呢 实际上呢 是整个俄乌战场 特别北部哈尔科夫前线 最重要一个方向 所以未来呢 这批中国的装备啊 会进入战场 特别在奥斯基尔河战线 会有大功能的使用 在哈尔科夫前线呢 俄军呢 击毙了约60名 法国工兵 而且呢 还击伤了300人 那么今天呢 帕尼西洋 他呢 发表了 与法国武装队 合作的最新声明 法国武装队总参谋长 蒂埃里布克哈特将军 给法国外籍军团司令 基利尔 尤先科准将 感谢信 这新建呢 已被公开 那法国呢 将向亚美尼亚 派遣军事顾问 将训练亚美尼亚特种队 法国总统府的消息呢 国防部长勒科尔努 他呢也签字 那现在法国呢 培训亚美尼亚士兵呢 是在 马伊 勒卡昂地区 一个战斗训练中心 另外还有一个指挥官 培训中心 在阿纳斯塔西亚 也有法国的军事基地 法国外籍军团呢 在哈尔科夫被俄军击毙 法国武装部总参谋长 布克哈特将军 也写信给外籍军团 那 那法国呢 现在正在积极从亚美尼亚招募工兵 那么很有可能 这次在哈尔科夫被击毙的 法国工兵里面 特别外籍军团里面 就有来自于 亚美尼亚的工兵 俄罗斯呢 俄罗斯呢 也传唤了 法国驻 驻俄大使 信中呢 提到啊 有124名亚美亚军人 将在法国接受训练 训练的地点呢 是在梅勒特附近 在法国的梅勒特附近 时间呢 是在23年的11月 从这个信件里 也可以看到 法国正在积极的 在高加索方向部署 这个卡昂地区的训练中心啊 实际上是也是法国啊 最重要的一个 外籍军团的训练中心 有名法国要积极的 参与到俄乌战争 现在呢 马克龙也发表了 最新的讲话 马克龙说 我们不能让俄罗斯 自己赢 欧洲人 第二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我从一开始就说 我们没有与俄罗斯交战 但我们的责任是 确保其胜利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的胜利将意味着 欧洲的安全终结 这将使欧洲 从欧洲 东北部边界到高加索 中亚可能安全架构的终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我们将务实具体的做到这一点 继续在炮兵防空远程打击等领域 对他们进行训练和装备 我们还将创新应对无人机更广泛带来的挑战 他提到的是俄罗斯使用苏制导弹攻击 奥德萨防空系统 在奥德萨方向的俄军使用了P35B 苏联制造的反舰导弹 打击了奥德萨 乌克兰的防空启动 这个P35B导弹成功的突破了乌军防空系统 而且成功的打击了北约的防空导弹 P35是苏联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重量达到4吨 射程是400公里 这种弹药在1959年就进行了测试 1964年在水面舰艇上手撕头使用 后来最新的改进型P35B 在沿海固定和移动系统发射 P35导弹的优点 是配备了重达800到1000公斤的 威力强大的高爆片 战斗部 相比之下 现代口径巡洋导弹的战斗部 质量只有450公斤 所以它的威力非常强大 乌克兰方面也证实 俄军从克里米亚使用老式的P35 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地区目标 现在最新消息 俄军实际上摧毁了乌克兰的一套 德国防空系统 今天俄国防部也公布了最新的视频 包括俄军现在在哈尔科夫 卢干斯克方向作战的一些信息 而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战报 库布扬斯克方向 西部集团军 其使用火炮 击退了乌军30、32、60计划旅 57、摩托化步兵旅 103、机部旅 10次进攻 在新科夫卡方向 克拉罕赫马尔诺 哈尔科夫地区 特尔恩斯 乌军损失150人 两辆汽车 红利曼方向的中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 第63计划旅 乌克兰的第12特中旅 国家武装部队第5旅 4次进攻 顿尼斯克方向 在格里格洛夫卡方向 切尔诺亚迪布罗方向 乌军损失280人 两辆转甲车 7辆汽车 一门格勃自行卡 自行火炮 顿尼斯克方向 南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24计划旅 81空中突击旅 在舒梅 别洛哥勒夫卡方向 4次进攻 乌军22 28 93计划旅 顿尼斯克的 克列西耶夫卡 扩尔9莫夫卡 架鼠亚尔方向 乌军损失达到320人 6辆皮卡车 一门MST杠币榴弹炮 一门D20榴弹炮 南顿尼斯克方向 东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127 陆防旅 在顿尼斯克 罗夫诺布尔 两次起击 康斯坦尼诺夫卡地区 乌军79空中突击旅 损失95人 三辆汽车 两辆阿卡提亚自用火爆 在扎布洛地区 涅斯吉尔杨卡 乌军65 117计划旅 82空中突击旅 在拉布迪诺 维尔伯沃地区 损失达到30人 另外两辆装甲车 一门D30榴弹炮被摧毁 赫尔松方向乌军损失35人 两辆汽车以及一辆美制的M109 圣甲虫自行火爆 另外一套德国制造的IRIS-T雷达 雷达战也被俄军摧毁 另外在赫尔松 卢干斯克利昌斯克方向 俄军摧毁了2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以及一枚海马斯导弹 这是今天的哈尔哥夫方向的决心战宝 从整个情况来看 乌军下一步因为缺少西方的更大的军事援助 弹药不足的情况下 乌军首先袭击俄军 后勤补给中心 特别像圣米堡这样大的港口 另外包括莫斯科中转中心 很多弹药中转中心也会烧到袭击 所以未来乌克兰会进行这种不对称战 主要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很多的能源 还有装备的集中区 最后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现在乌克兰的整个的作战 从战场以防御为主 开始转向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更大规模破坏 包括暗杀 北约也会向俄罗斯边境地区靠拢 给乌克兰提供进入俄境内更大的方便 所以很多边界地区 俄罗斯边界地区会更加危险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后期有更多乔启 回地区